蘋果今年秋季新機發布會將在9月份進行 簡直將帶來4款新iPhone 目前新iPhone已經進入備貨倒計時階段 據媒體報導,蘋果供應鏈傳出 今年新機將以iPhone 13為命名 組裝訂單當中iPhone 13 Pro Max訂單全部由富士康獲得 而iPhone 13 Pro、iPhone 13 mini等6層訂單由富士康獲得 剩下的4層訂單由力訊精密、合作等代工廠獲得 距離iPhone 13系列發布還有兩個多月時間 關於新iPhone 13的消息現在也是越來越多 目前爆料中一致的說法有劉海將會縮小 而背面攝像頭開孔增大 iPhone 13和iPhone 13 mini的攝像頭培列將會有所變化 曾對角線排列,還包括全系列電池有所提升 而今日有消息人士爆料稱 蘋果計畫被iPhone 13系列採用更大的無線充電電圈 有望改善MagSafe無線充電系統的一些痛點 也為反向無線充電鋪平了道路 沒錯,2021年的iPhone反向無線充電終於有戲了 反向無線充電最早出現在2018年的華麥特20 Pro上 可以用手機給支持無線充電的設備充電 37小米等品牌的機型也很快更進了採用該功能 安卓手機用戶對此應該是非常熟悉了 雖然更進速度不僅不慢 蘋果確實考慮過為iPhone帶來反向無線充電功能 彭博社今年2月份表示 iPhone 12系列硬件上支持反向無線充電功能 理論上是可以給蘋果手錶、蘋果無線耳機等配件充電 但軟件上未支持 蘋果若覺得有必要 可以通過OTA的方式帶來這項功能 還有報導指出 蘋果在推出iPhone 11系列時 便有考慮過支持反向無線充電 但最終作罷 彭博社認為蘋果不會在近期發布這項功能 按照慣例 這種不存在的功能蘋果也不會予以解釋 所以說iPhone 13系列是時候 要把這項考慮了兩年的功能帶到現實 或許也並非如此 從蘋果的角度來說 無線充電線缺的改進 首要的考慮是提升散熱效率 更大的線缺理論上能帶來更好的散熱效率 MagSafe最讓人詬病的地方在於經不起發熱 在稍微發熱的情況下 MagSafe無線充電速度會從最高的10W降到5W iPhone 13無線充電散熱效率若是得到改善 有望讓MagSafe擺脫激烈的表現 更長時間的保持高功率的運行 從而提升充電速度 作為iPhone 12系列的特色功能 蘋果曾濃墨重彩宣傳了MagSafe 只能不會任其淪落於平均 若能通過此舉讓iPhone充電速度 更快更穩定 MagSafe配件的銷量也會隨時提升 因此對iPhone來說 極為先進的反向無線充電優先級 恰恰要低一些 iPhone擁有良好的電源管理機制 但是反向無線充電 純粹是電池電量的交換 再加上無線傳輸的損耗 iPhone的電池容量必將大受考驗 最新入網信息顯示 今年iPhone電池容量有所增加 iPhone 13 Pro Max可能會配備4352mAh電池 iPhone 13、iPhone 13 Pro電池容量可能只有3095mAh 今年單做手機基本都配備了4000mAh 甚至是4500mAh以上電池 iPhone這配置還有反向無線充電 未必讓人擔心自身奶寶 難怪機制的網友們會說 就這點電量哪能叫反向無線充電 分明是同歸於盡充電法 iPhone的定位畢竟是高端旗艦 俗話說我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沒用 反向無線充電的加入 對iPhone來說也是件好事 至少可以在緊要關頭 為蘋果手錶或者藍牙耳機等配件99G 如果做好了 最先爆料說到的是iPad Pro反向無線充電 就更有戲了 所以iPhone3系列的無線充電能讓你滿意嗎?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喜歡我們的話請點贊和評論 我們下期再見